司马光的恩师庞吉被朝廷委派到宋朝和西夏接染的边境处理一起边地纠纷 那么随行的司马光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司马光之不平静的边地 在宋朝和西夏接染的地方有一块属于宋朝的土地区野和西地 因为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西夏逐渐蚕食了这块土地 这使西夏军队的活动范围扩大日益威胁到宋朝边防重镇临州的安全 司马光的恩师庞吉被朝廷委派担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之后就开始苦心经营 想要把这块地从西夏手中夺回来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光作为庞吉的心腹到区野和西地视察 视察之后司马光和临州的首相商量了一个夺回区野和西地的方案 那么司马光提出的方案是什么 面对这个方案庞吉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司马光之不平静的边地 在1055年的时候呢 司马光的恩师庞吉调到了当时的宾州 也就是现在的太原 庞吉可能是秋天去赴任的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 司马光呢也到太原去了 他到太原去呢是担任庞吉的副手 担任宾州的通判 另外还就是庞吉的机要秘书 司马光在太原待的时间其实很短 就待了一年半 但是这一年半的时间在他生命当中所占的位置 可以说是太重要了 这一年半的时光在他心中留下来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的经历 这件事情发生在司马光跟他的恩师庞吉之间 司马光调任开封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 很长的一段时间 司马光可以说是逢人就说起这件事情 他逢人就讲 逢人就跟人家谈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他说来说去没有人听他的 而且这件事情 司马光伤心之后 他向大家反复的讲述 没有人听之后 他这一辈子呢 他也不再不再说 但是他只要想起来 他就会觉得伤心 觉得无奈 这是对于司马光来讲 那么在庞吉这边呢 庞吉这一辈子 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这一辈子都不再提起 这件事情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最简单的说 这件事情就是庞吉派司马光去寻边 司马光寻边之后呢 向庞吉提出了一个要加强边防的建议 然后庞吉接受了这个建议 开始的时候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是这么建设性的一件事情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需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庞吉在宾州的职责 以及宾州这个地方 就太原这个地方 在宋朝的国家的边防战略当中的位置 庞吉在太原 最主要的职务是两个 一个呢 就是他是宾州的支州 他是宾州的最高地方长官 除此之外呢 庞吉还有一个职位是什么呢 就是河东路的经略安抚使 那么这个职务究竟是什么样的职责呢 这个职务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职务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 河东路 路在宋朝是一个比州更大的地理概念 它一般来说是含有数州之地 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州的这样一个大的地方 就叫做路 河东路这个地方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它是一个边防路而且它是不仅仅是有一个邻国 宋朝最重要的两个敌国对宋朝的边境可以构成威胁的两大敌国 河东路都是独当的 它的西北边有西夏 它的北边是七单 宋朝两个最重要的敌国 河东路都是要负责防御的 河东路这个地方有守土之责 有防御之责 那么在这两个边境的这两个敌国当中呢 其实当时都是已经宋和七单和宋和西夏 1005年以后实际上都是进入和平发展的阶段了 但是宋和七单的关系跟宋和西夏的关系有很大区别 宋和七单这两个国家在1005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签订禅言之盟了 和平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宋和七单这两个国家都是当时的大国 那么在处理两国关系的时候呢 也都比较珍视这个友好和平 所以宋和七单之间很少有大的摩擦战事发生 宋和七单即使发生战事发生摩擦 也不是在河东路这一块 它是在河北那边 因为河东路这个地方的地形从宋朝的角度来讲 它是容易守的 它仍然是由崇山峻岭为边界的 宋和七单相对来讲这段边界是好守的 比较难守的是哪块呢 是宋和西夏那一块 宋和西夏之间一个是他和平的时间短 在1045年的时候才签订了和平协议 还有一个就是西夏国内皇帝的控制力还没有那么强 西夏国内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 他的国内政治尚不稳定 那么这些西夏贵族蚕食宋朝领土的这个野心呢 还是在的 所以河东路作为一个宋朝最重要的边防路 或者说是一个大的军区 他最重要的 最难防守的一块 就是他的西北边跟西夏接壤的这一块 这是河东路 庞吉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植物 河东路经略安抚史 这个植物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 河东路 河东路在宋朝在这个时候是有23个州级行政单位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军区 那么经略安抚史是什么 经略安抚史就是河东路这个大军区的军区司令 作为河东路的经略安抚史 庞吉负有对河东一路的守土之责 组织防御的责任 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庞吉负有这个责任 河东路最大的边境上最大的麻烦 刚才我们说过了 就来自西北 河东路西夏问题的最具体的麻烦又来自哪呢 就来自区野和西地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按照宋和西夏之间的和平协议 这块地方是属于宋朝的 宋和西夏之间在河东路最大的问题的来源 最大的麻烦的来源就是这块区野和西地 庞吉到任之前 其实宋朝已经实际上已经失去了 对这块区野和西地的实际的控制权 庞吉来之前 这块地虽然名义上还属于宋朝 但实际上宋朝已经不能控制这块地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呢 如果你去问邻州当地的首臣 那他们肯定会告诉你啊 说是 这是党乡贵族 是西夏人的野心在作祟 新任党乡族首领 当时是个小孩叫做亮座 亮座的舅舅大贵族 墨藏厄旁这个人呢贪得无厌 他看中了这块地 区野和西这块地啊 是一片平原沃土 是块肥沃的土地 于是呢 墨藏厄旁就派自己的人悄悄的去种上了庄稼 然后到收获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收获的粮食又都拉回他自己家的仓库 大家注意这是他自己家的仓库 不是西夏人的国库 这个如果你去问邻州首将 为什么他们无法实际控制区野和西地 他们肯定会告诉你这个原因 但是呢 这只是一部分的事实 还有另一部分的事实 如果你去问宋朝的邻州首将 他们断断是不肯告诉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部分的事实就是 为什么宋朝守不住区野和西地啊 就是因为邻州首将们 撕心作祟 这帮人胆小怕事 这帮人没有尽忠职守 通常情况底下 我们想到说两个政权之间 如果发生了领土争端 我们肯定会觉得 如果我们用一般的逻辑思维来推理的话 那我们肯定会觉得 这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 对吧 你当从两国之间的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 区野和西地问题的起因 如果我们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话 那么 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区野和西地问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 那个官僚集团的撕心作祟 是因为官僚集团内部的恶劣的风气 西夏建国后 曾经和宋朝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战役 最后双方签订义和条约 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 西夏向宋朝称臣 根据宋朝和西夏的议和条约 区野和西地是归属宋朝的土地 条约签订后 西夏方面最初并没有打区野和西地的主意 但宋朝方面因为各种原因 让这块地荒废了下来 于是西夏乘机占领了区野和西地 那么西夏采取了哪些步骤 最终蚕食了这块土地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司马光之不平静的边地 说起来这个区野和西地的历史 就是怎么丢掉这个区野和西地的 那可是一部伤心史 这部伤心史 如果我们具体看起来的话 可以分成三幕 第一幕呢就叫做直田争端 什么叫直田争端呢 这块地区野和西地 本来是宋朝的对吧 而且是宋朝的公家的土地 它属于宋朝政府所有 那么它这个土地上 由政府再去雇人来耕种 然后这土地上的所有归谁呢 它是归当地的官员所有 作为官员的一个职务补贴存在的 这种职务补贴 这种由出租土地 然后获得的这个地租收入 再分给官员 分配给官员作为职务补贴的 这种收入在宋朝就叫做直田 区野和西地本来就是一块直田 它的收入是要拿来给官员补贴的 但是呢 区野和西地旁边的这个林州啊 林州不仅有一个官员 林州这个地方除了州长之外 还有通判副州长 然后这个地方又是边疆 所以有很多的驻军 还有军队的官员 这些人都要分 可是这个直田上的收入呢 分来分去分不均 大家都觉得自个儿得的少了 于是呢 林州当地的这些官员 因为区野和西地的这个直田的分配不公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就把这个官司啊 往上打 就告到了上级机构 管这事的是谁呢 管这事的是转运使的 这转运使接到这个报告之后呢 就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省事的办法 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这是史上最聪明的解决方案 你们不是争吗 争来争去 如果现在让我给你们分 那我分完了 可能还有人觉得不公平 对吧 所以干脆 这块地啊 你们谁都别争了 干脆 这块地我们不要了 不要了行不行 你们大家都争是吧 那我们现在不争 不耕了 不耕了就没有直田了 没有直田了就没有直田收入了 那么分配不均的问题 不就彻底解决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 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第一母 叫直田争端 那么下 接下来就第二母 第二母就叫蚕食纪了 宋朝方面 不耕了是吧 宣布这个曲野河西地 官司不得耕种 变成一块禁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好好的一片卧野良田 你宋朝方面 官府说不耕了 对不对 那农民还想种啊 农民哪忍心 看着这块地空着呢 于是宋朝的农民想去种 可是宋朝的农民去了之后呢 就发现西夏人来了 西夏人来了之后 立刻就把这些宋朝的农民赶走了 说什么呢 说呀 说你们官府都不敢种 你凭什么来呢 宋朝的农民就被党将人 被西夏人轰走了 西夏人把宋朝的农民轰走了之后呢 自个儿就种这块地呀 于是乎这个党将人 他就像那个残吃桑叶一样 一点一点的往前拱 一点一点的往多站 一点一点的侵占着区业河西的 这块肥沃的土地 这就是蚕食祭 蚕食祭刚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宋夏之间还没有开战 到了宋夏开战前后 党将人呢 已经悄悄的往前推进了 大概有十几里的样子 宋夏战争后呢 双方重新就化了边界了 这块地是归宋朝所有的 党将人不得耕种 对吧 但是呢 接下来上演的是什么呢 这块地不错是回来了 按照条约是回来了 但是接下来上演的呢 却是另外一处 更加令人沮丧的 失地记 灵州的守城呢 都不敢或者不愿意 去管理去经营这块土地 他们不敢到那块土地上去 因为党将人要来 所以他们害怕 他们怕在那块土地上 如果去巡逻 如果去管那块土地的话 他们怕跟党将人发生武装的冲突 如果发生了武装的冲突 那么一个官员任期是有限的 在他任期之内 如果跟党上方面发生了武装冲突 那么他就破坏和平了 他就担当这个罪名了 他的上帝就会批评他 可能会给他处分 就会影响他的前程了 于是灵州的守将都不敢过河去巡逻 明明这块地回来了 可是灵州的守将 宋朝的军迷仍然是不敢去 不能去 有的人是不敢去 不愿意去 有的人是不能去 老百姓是不能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宋朝方面管着他们呢 且不说到那块地上 要被党将人排斥 宋朝方面就不让你过去 宋朝的军队 宋朝的官员 就不让你过到那块土地上去 生怕你给他惹事 他的任期就这么长 两年三年撑死了四年 三年四年之后 他就走了 他要升官了 所有在边疆上 守边的这些官员 都希望平平安安度过我的任期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六十里的曲野和西地啊 就真正成了一块 宋朝人的禁地 宋朝人不敢去 不能去 不愿意去 党将人当然不会让他空着 所以一年又一年 党将人在这块土地上 春重秋收 一点点一块块 一里一里就向前推进 这出诗地记呢 从签定和约到1055年 上演了十多年 当庞吉和司马光 到达宾州的时候 党将人实际控制的地方 距离灵州的州城 就剩了二十多里了 当然了 按照和平协议 在纸面上看 那四十里 党将已经蚕食的土地 应当仍然属于 在名义上 仍然属于宋朝所有 按照化解协议 党将人在那块土地上的存在 在那块土地上的耕种与收获 都是非法的 而且党将人对于 区野河西地的蚕食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灵州州城 还有灵州 在州城以东领土的安全 就大白天的 青天白日的 宋朝人在区野河上捕鱼 党将人就赶上来 驱逐 而且到了晚上就更惨了 到了夜里头 竟然会有党将人 就越过区野河 往东来 绕过周城 周城是有围墙的 他进不去 绕过这个周城 到这个灵州 往东的地方 去那抢劫 抢劫完了 过了区野河 人家跑了 宋朝这个巡逻队 根本就不敢追 你知道也不敢追 为什么不敢追 不怕打不过 就怕发生了武装冲突之后 尚风怪罪下来 谁顶着 按照1045年划定的宋和夏之间的边境的界限 宋夏边境的边界应当是在区野河以西六十里地的地方 但是由于宋朝官僚的失职 还有党项贵族的蚕食 那么到了1055年 庞吉司马光到任的时候 宋和夏之间的这个边界 实际的边界已经东移到了区野河一线 甚至就快到了林州州城之下了 再这样发展下去 这个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 庞吉是在宋朝和西夏对峙时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家 他对西夏很了解 也和西夏人打过仗 庞吉经验丰富 可以说是解决宋朝和西夏边境问题的最合适的人选之一 庞吉就任河东路的京略安补史之后 就决定要整顿边坊 要收回区野河西地 那么庞吉会采取哪些步骤来实现他的目标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司马光之不平静的边地 庞吉是一个对于边境问题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官员 可以说是一个边境问题的专家 庞吉还有范仲淹 庞吉都是在跟西夏人的这个对峙和摩擦 还有战争当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 所以庞吉到了之后就采取了三个步骤 想要重新实际控制区野河西地 庞吉的这三个步骤呢是这样的 第一呢 他命令宋朝军队开始重新在区野河西地上巡逻 要驱赶 要驱散党战武装 还有党相肯皇队 但是呢不发生大规模误装冲突 这是宋朝政府的底线 也是庞吉的底线 庞吉没打算立刻开战 这是第一条 那么庞吉还有第二条 就是他正式向西夏政府提出抗议 要求西夏的皇帝你要管管你的贵族 要按照合约形式 当然那个小皇帝其实管不着他的亲舅舅 他是他这个舅舅一手拉扯大的 当时还受他舅舅的控制 他其实管不着 但是呢庞吉这一招还是管用的 他最起码他利用并且在逐渐扩大 党相贵族上层的矛盾 这一招也会发生一定的效果 这是庞吉的第二招 庞吉还有一个第三招 就是什么呢 就是停止宋夏边境贸易 要对党相人实行贸易制裁 这个贸易制裁是相当管用的 因为党相方面 对宋朝的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 要远远超过宋朝 宋朝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大更多样化的经济体 可是党相不是这样 西夏那边不是这样 他要依靠向宋朝出口清白盐来获得钱财 他还要从宋朝方面进口很多的重要的 他无法生产的物资 这招管用 庞吉到了这个太元之后 就开始经营宋夏关系 要重新拿回区野河西地 那么到了1057年的春天的时候 他就派司马光到区野河西这个地方巡逻 事实上他是派司马光到整个的西北边境上 河东路的西北边境上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视察 因为庞吉这时候都快70岁了 他年纪很大了 他最信任司马光 所以他派司马光代表他出群 在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看到司马光在三月底的时候是到了 首先到了这个河东路最西北角上的一个丰州 这个地方呢 司马光到的时候正好是鱼切而飘飞 柳树土墟的时候 司马光呢登上了丰州的故城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裸露在荒原上的累累的白骨 然后他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宋朝的将士 他就写下了一句诗叫做 满川战骨知谁罪 从这句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一生当中对于一以贯之的那种对于战争的态度 他反对统治者为了满足私欲发动战争 司马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真是普通人生命的人 三月底司马光是在丰州 那么到了四月中的时候 他终于到了他巡视的重点 临州 在司马光到来之前的时候呢 临州这个地方 区野河西地上已经热闹了三个月了 怎么个热闹反呢 就是正月的时候 当像大贵族墨藏阿旁的那个啃荒队 还有保护啃荒队的军人就已经到了区野河西地上 在区野河西地上边大规模集结 军队的那个规模曾经一度达到三万人 可以说是铺天碧野而来 但是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在司马光来之前 墨藏阿旁突然撤兵了 这个区野河西地突然就安静下来了 墨藏阿旁为什么撤兵 宋朝方面在解读这个信息的时候啊 就觉得应当是庞级的反奸计起了作用 在党向贵族上层反对墨藏阿旁的势力 在发挥作用 于是呢 为了压服国内的反对势力 墨藏阿旁只得回去 先把后院的火扑灭再说 对于宋朝方面来讲 从这样的方式去解读 这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 司马光呢 就是在墨藏阿旁 撤兵之后 到达灵州的 司马光是一个反战的人 他反对战争 反对为私欲发动战争 但是反战的人 不代表是不勇敢的人 可能反战的人 反而是更勇敢的 司马光跟那些 自己不敢上前线 生怕出事那些人是不一样的 他往前视察 他亲自越过去野河西 一直向前走到了 宋夏边境上的百草坪进行视察 在那儿呢 他看到的是肥沃的土地 芳草七七 一片正在静静的等待着 开垦的宋朝的土地 庞吉想收复被西夏占领的 屈野河西地 于是他派出了 自己最信任的司马光寻边 司马光到了灵州 也视察了屈野河西地 看着被西夏蚕食的宋朝疆土 司马光想到了恩师庞吉的嘱托 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而面对西夏突然退兵 留下来的空档 司马光觉得 收复屈野河西地的大好时机 已经来了 那么司马光和灵州的地方长官 他们商量出了什么办法 来实现收复屈野河西地的 雄心壮志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司马光之不平静的边地 陪同司马光视察的 灵州的正副长官 灵州的支州 武刊还有通判 夏蚁呢 这两个人 也是非常想做一番事情的人 他们跟司马光报告 说党项人退兵之后呢 他们已经在 区野河西的土地上 修筑了一座宝寨 就是军事据点 而且他们觉得 他们向司马光提出建议说 现在既然党项人退兵了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当继续向前推进 我们可以再往前 再修两座宝寨 那么修好之后 这三座宝寨成一线 三座宝寨里边筑上冰 那么就可以成为前哨阵地 可以及时的跟灵州的州城沟通信息 我们可以加强 以这三座宝寨为据点 加强对于区野河西地的巡逻 建立宋朝方面 在区野河西地上的实际存在 然后逐渐的把这块土地 我们重新把它拿回来 这个建议 司马光本人是非常赞同的 于是呢 他就立刻往回赶 他要回去 回到太原去 要去向旁极报告 因为这个计划 按照当时的制度 必须要旁极批准了 才能进行 而且仅仅靠灵州 这个地方的驻军是不够的 要想再多修两座宝寨 向前推进 按照司马光跟灵州之州 通判商定的计划 旁极应当再败出来 三千名进军 再加上五百香兵 这才够 于是呢 司马光就立刻调转码头 要回到太原去 向旁极报告 在回程之中 我们看到司马光 是非常的兴奋的 可以说他感觉到了自己正在参与创造历史 正在参与书写历史 他觉得在旁极的主持之下 在他自己本人的参与策划之下 区野和西地就要回到宋朝了 春风得意马蹄吉 那么在司马光的眼里 在这样一种心情之下 在司马光的眼里 四周的景物就都变得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可爱 他眼前有宽阔的路 他的胸中呢 有涌动的诗 这个时候呢 这一路之上老天似乎也变得非常帮忙 司马光在路过兰州的一方线的时候 正好赶上 刚刚下过一场春雨 钢琴了 他举目四望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草色玉滴 青山寒翠 桃李争宴 于是在马上的司马光就脱口迎出了 满川桃李色 恭喜转车还 司马光觉得 这满川的桃李之色 都在欢迎他 欢迎他回到太原去 欢迎他寻边归来 司马光的好心情 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 他在公元1055年年底 跟着恩师庞吉来到并州 经过这一次的仕途变动后 他离开宋朝的首都开封 是越来越远 而并州对当时的宋朝来说 是遥远荒凉的边陲 是苦寒之地 这里与开封的繁华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 在这里 司马光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也找不到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 那么出到并州的司马光 他当时究竟有怎样的心情 他又是怎样意识到 自己在边地存在的意义呢 这样的一份好心情 对于在太原的司马光来说 可以说是太过来之不易了 司马光呢 他是在1055年的年底 离开山东 然后取到河北 翻越太行山 进入冰州的 到了冰州之后 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苦寒行》 专门描述那次 就是跨越太行山的艰难的旅行 还有他刚刚到冰州的时候 那个感受 从这首诗的第一句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司马光的心情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叫做 穷东北上太行里 渐血纠结 风争容 苦啊 冷啊 这一路 就太行山那个山路是非常窄的 有的地方就容一个人 一匹马经过 按照宋朝的制度 司马光复任 他是要带着家眷的 当时他的小孩 他的独生子还很小 那个小孩就被冻的 一路上就哭 没完没了的哭 止不住的哭 然后 小孩子哭 这个妈妈肯定就难受啊 司马光的夫人张夫人 就一脸的愁苦 加上他们带的粮食又不够 所以这个仆人 一路之上仆人都在抱怨说饿 然后那马呢 司马光又穷 是个穷官 所以他的马又很瘦 有那种马式前提的情况发生 就吓着人一身一身的冷汗 这个冷汗到了身上 立刻就结成了冰 好不容易 到了太原了 万险立尽方道病 那么到了太原又怎样呢 这个地方啊 就一个字 冷 真冷啊 在此之前 司马光虽然听人说过太原冷 但是他没经历过 这回到了 他可知道什么叫冷了 简直就是冷的惨烈 从整个早晨 整个城市都蒙在雾里 太阳好像根本就出不来 跨安揽配 驱上府 发拳 驱折 止欲灵 就骑在马上去上班 然后头发呢都冻得打卷 胡子的感觉就是一碰就会碎 手指头也快冻掉了 好不容易进了办公室了 还是冷 冷到什么地步呢 那个燕台里边都结了冰 要放到炉子上去烤 画了之后才能写字 那个墨才能用 比头呢冻得生硬 怎么办呢 要拿热水泡软了 才能用 可是写字的时候 还是怎么样 描来描去 南城自画 然后天冷 喝口酒 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可是酒壶也冻裂了 哪还有酒啊 这个就是司马光 刚到太原时候的那种感觉 寒冷 愁苦 一点新官上任的兴奋都没有 就当时的太原的冬天 实在是很冷很冷 比现在还冷 就是按照竹可真先生 对于中国古代巫后资料的研究 宋朝那个时候 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冰区 所以那个时候的天气 比现在冷 冷很多 除了冷 司马光在太原 还有一个感觉 很让他不舒服 就是他忽然发现自己真的老了 他照镜子的时候 竟然发现自己有白头发了 这个白头发 让他心里头感到很害怕 老了 但是他还安慰自己说 我年垂四时 安得无华颠 这时候司马光三日九 他觉得该有白头发了 虽然他这么鼓励自己 而且呢 他坚持要留着那个白头发 不拔 不拔干嘛呢 他自己写诗说叫做 留为见忠明 晨曦思浅浅 就是说要留在镜子里头 时时提醒自己 不要虚度光阴 但是毫无疑问 看到那个白头发 司马光还是觉得心虚的 为什么心虚呢 就是说他会觉得自己 这么多年下来 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评判 他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在中央工作 自己比较适合做一个批评者 做建官 批评皇帝 批评朝政 都是他非常擅长的 但是地方工作 他既没有产生兴趣 也没有显示出能力 所以关于自己的前途 他心里头是担心的 这让他感到心虚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来 他为什么来呢 他来就是为了报答旁极 对自己的提携之恩 所以为了旁极 司马光即使冻死 即使累死 他也不会喊一个悔字 但是呢 出道边城的时候 他看不出来自己在这能干嘛 对于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 就是看不到路 看不到自己能做什么 看不到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向 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司马光刚到太原的时候 就处在这样一种痛苦纠结之中 可是这种情况 在1057年的春天 当他视察完区野和西地 当他跟当地的守将 确定了增修保寨 收复区野和西地的计划之后 忽然发生了改变 司马光就是在回城的马上 他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在边疆存在的意义 他觉得自己正在参与创造历史 书写历史 他为这个国家做一些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 这样一种自我认定 还有对于区野和西地的 未来的美好想象 都让司马光感到非常的兴奋 他骑在马上 策马狂奔 他要回到太原去向庞吉报告 他回到太原之后立即就向庞吉做了一个汇报 庞吉也立刻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并且通知灵州方面准备要开工了 等待着他的援军 那三千进军 五百香兵一到就可以开工了 这就是国事 这是边防事 这是大事 如果这一切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司马光的履历上将写上非常光彩夺目的一页 但是呢 就像我在开头已经讲过的这件事情 这只是开始时候的状况 这种乐观的昂扬的气氛 这种心情并没能持续有多久 收复区野和西地的计划呢 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成功 而且很快的 因为区野和西地问题 司马光还有庞吉很快就被甩入了一个麻烦的漩涡 国家事边防事很快的就演变成了这一对师生之间的感情事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我们下次再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